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鬍子游佛希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叫做 上海浦東四季會廣場 第32樓的1192樓上海街 其實這邊啊 就是跟南投寶島時代村一樣 還原了當初 上海的那種最繁華那時候 那以前這個老上海啊 叫做大上海 正繁龍的時候 是上市集20年初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簽訂南京條約後 開始有一些港口的貿易 短短的80年 它就要升為 以至於倫敦跟巴黎的世界三大點 我背超久 我想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原來是用背的啊 那上海真的是 非常有情懷的一個地方 經典的代表作呢 在戲劇上面 就是情深深與萌萌 有林心如 趙薇 蘇友鵬 還有巨星主演的 你去看他們的穿著 都是非常有 就像這種帽子其實也算喔 時代感 它那種穿著算是古著嗎 就是他們都會穿像旗袍的東西 它就是旗袍啊 那時候就是流行這種打扮 而且那時候還有分所謂的貴族啊 比較有錢的 住比較豪華的 每一種層次的人 打扮都會不一樣 其實這裡就是一條 像是美食街的地方 它集結了很多美食在這裡 這是船你知道嗎 這個船應該就是 當初港口貿易的貨輪 的一個圓形 對 這是地鐵的聲音 喔 是喔 這是地鐵站 聽到這個 後銘聲就是地鐵的 那時候的鐵馬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說這裡是美食街 我覺得它就是一種情懷 那個還原當初的那些 夜上海那時候的緊夢 對 所以有一首歌是這樣子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一個不夜城 滑燈起車身像個無聲品 我跟你講它這幾個字 就是在形容整個大上海的一個情境 裡面有提到它是一個不夜城 車身頂廢 然後還有它的燈 它的一些霓虹啊 最後一句講到歌舞聲品 夜總會 就是在上海這個地方 然後你看到這個軌道就是 那時候整個老上海 他們的一個大眾運輸 如果大家都我們有講錯地方 可以在下面糾正一下我們 而且它其實很多這種 祝國的場景可以提供大家來拍照 還有那種最傳統拉車 喔 對 像我們現在是打滴的時代 就是計程車 這可以上去喔 拉車叫車幅 你要拉我嗎 那我們有看到一個電影叫做 夜問 它的外傳是叫張天智 張天智它就是一個拉車的人 這裡真的是燈紅酒綠 你幹嘛 沒有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在拍照或是錄影的時候 然後會有一些人錄過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有經驗啦 就是我個人是覺得 你要馬就是直接停下來要馬繞路 你不要給我這樣子過去 那我們呈現出來的 在畫面裡面 你就是這樣子 那你乾脆要馬就是帥氣的過去 其實我剛剛講那些情深深雨萌萌 或許對大家來說太有年代感 但是我一講到周星馳的功夫 大家應該就有印象了喔 就是它的那個大樓啊 街道啊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子 他說要把我抬起來 你不要動啊 我買一個油墩子沒吃過 你知道油墩子是什麼嗎 不知道耶 它是長這樣 如果好吃的話 我的兒子就叫油墩子 不是要叫油豆腐嗎 哈哈哈哈 來我吃吃看喔 它長怎樣啊 它有點像額爹的味道 它裡面是蘿蔔絲 它很像客家在吃的那個粿 好吃耶 你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滿的蘿蔔絲 我好買喔 它吃起來就是額爹的口感 它裡面有蘿蔔絲 蘿蔔絲它吸收了很多的水分 外面脆冷 然後裡面是濕滑的 好吃 來上海必吃的大樓村 我們今天就在1192那種吃 那這次要吃什麼的 生煎包 老楊生煎都是一個好吃的嗎 就是一樣都是生煎包 然後又有人推大樓村好吃 我們就吃吃看 兩個哪個好吃 平起平坐的 GO 來我點了蟹粉鮮肉雙拼生煎包 剛剛在點菜的時候 我們似乎有聽到人家 在對這間店的評比 他怎麼說的 他說這一家比小楊生煎好吃 這是別人講的啊 那說不好吃 這個我們心裡自己 心知肚明我們試試看 吃一口 你點鮮肉還有什麼 蟹粉 這應該是蟹粉 他的皮脆脆的 那我就吃看看原味的啊 他不同於小楊生煎的 小楊生煎的底部都比較焦 這個就是原味的 小楊生煎的它的爆點 就是因為它的湯汁 大胡春的皮比較脆欸 我個人還是覺得 小楊生煎略勝一抽 但我覺得大胡春欸 但是每個人喜歡口味不太一樣 剛剛又買了一個叫韭菜蛋的 它滿滿的韭菜欸 超滿的肉 滿滿真的是裡面都滿滿的欸 好吃 那愛吃韭菜的是會非常喜歡吃 討厭韭菜的是完全不行 就像我們的攝影師 你要吃嗎 不要 我跟你講雖然這邊是在介紹老上海的東西 但是剛剛我們看到一個東西滿好奇的 它是來自湖南長沙那邊的一個特色甜點 糖餃子 那我們接下來一看究竟 GO 然後我點了這個綠豆湯啊 我只是喝看看看 跟我喝過的綠豆湯有多差別 感覺很濃稠 沒有差別 來換一個 長沙臭豆腐 你沒有懷疑過為什麼長沙臭豆腐是黑色的嗎 有啊為什麼 因為它的做法不一樣啊 它是用黑豆骨 嗯? 那個應該叫豆豉 我以為是答你了 想要給知識 卻變成一個沒知識的人 長沙臭豆腐真的是 人家說來長沙沒有吃過長沙豆腐 就等於白來長沙了 長沙那邊的廣告啊 這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醬汁啊那些 都跟我們吃過的不一樣 好吃 但是有味辣 好吃耶 酥酥脆脆 這個糖餃子來了 我們就直接先來開箱看看 會不會吃起來有點像麻糬啊 他說糖餃子是用糯米做成的 麻糬也是 我吃看看 如果真的是麻糬 我真的是 麻糬這感覺 炸過的麻糬 想要加一個東西叫做什麼你知道 煉乳 加煉乳會更好吃 好吃耶 嗯 OK 大家還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歡迎訂閱按大家分享 點點我們的關注 點點愛心關注一下我們好不好 好 大家還想要看我們開箱怎樣的美食 開箱什麼樣的地方 請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好 我們下期見 我 是大鬍子遊戲 掰掰 掰掰